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正在讲解的是第六章合同管理的相关内容 那么这个单元呢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第六章第四节有关合同风险管理 工程保险和工程担保的相关知识内容 那么这一节呢 那当然他的考点是根据这个标题来引开的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关于合同风险管理 一个方面是关于保险 那更重要的重重之重的考试 比较集中的是在担保上 那我们分别来讲说 首先我们先看到的这个考点 叫施工合同风险管理 它也是这几年频繁出现在卷面上的 从15到18年每年都有考题是集中在这个制色点上的 我们来认识一下工程合同风险的概念 合同风险指的是合同中的 以及由合同引起的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简单的定义 所谓的不确定性是合同引起的 合同本身就存在于合同中 或者是由合同引起的 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风险给它加一个定义 合同风险 那么按照合同风险产生的原因 咱们把它分为合同工程风险和合同信用风险 一个叫工程风险 一个叫信用风险 当然我们了解一下 按照合同的不同阶段进行划分的时候 那么这个合同风险就分为定力风险和履约风险 那么接着我们要重点理解的是 第一个标题 就是按照合同风险产生的原因分为两类 一类叫合同工程风险 一类叫合同信用风险 那么合同工程风险 一个非常特征性的说明 就是它是由客观原因导致的 合同信用风险 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志 它是由主观原因导致的 那我们来辨识一下 比如说在工程进展过程中 出现的不利的地质条件变化 工程发生变更 甚至于物价发生上涨 发生了不可抗力 大家想想看 作为我们干工程的来讲 碰到这样一些情况 我们是一筹莫展的 我们只能被动的去面对它 所以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给我们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 那么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所以称为叫合同工程风险 但是假如一组 拖欠工程款 承包商 层层转包 非法分包 偷工减料 以赤冲好 以支甲买甲 这些话一看 就知道这是主观上的故意 主观上的恶意 这就是一种信用风险 相对来说 出考题的话呢 他会把这个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 所造成的 这些表现的现象 混在一块几个选项 然后他点一个名 要么叫你找工程风险 要么找你找信用风险 那么也许考信用风险的概率更高一些 因为他可以考你的主观原因造成的 你故意恶意这样去做的 故意的拖欠工程款 非法分包 违法 非法分包 故意的偷工减料 以赤冲好 这个都是主观原因 表现为一种信用风险 好 第二个标题 工程合同风险产生的原因 那么对这个内容呢 我个人主张是了解即可 浏览一下 第一 合同本身存在不确定性 因为我们讲的 这个风险可能是合同本身的 也可能是由合同引起的 所以第一条 那就说明了合同本身有不确定性 第二条 工程在实施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 我们复杂的无法预测到的 风险事件 风险事件 第三条 合同本身存在 不严密 甚至于前后矛盾 造成了这个合同的不完全 同时 双方在签约的时候 有疏忽 没有就 有关事宜 在合同里面做说明 造成了合同的什么 不完全 所以大家看三合四 实际上最终他都是强调什么 合同的什么 不完全 那么这就是合同本身 有或者说有合同引发的 这个风险 交易成本的存在 最重要的是第六条 我觉得看完以后一定要重点掌握 就是信息的不对称 是合同不完全的根源 也就是这里第三第四条 讲你不严密啊 前后矛盾啊 疏忽啊 有些事情没写啊 这都称为叫不完全 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完全呢 因为存在信息的什么 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合同不完全的根源 同时 风险产生的原因 还有人的表现 机会主义的行为的存在 好 我们重点来看第三个标题 施工合同风险的类型 分三个来讲 一个叫外界环境风险 一个叫资讯能力风险 还有一个叫管理风险 这三个风险中间 管理风险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 我们先来看外界环境风险 由政治环境 经济环境 法律环境 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大家最好理解 所以不用展开 那么政治环境 比如说动乱 战争 军事行为 这个就是政治环境 那么经济环境 稍微看一看 通胀 通货膨胀 汇率调整 过资 过资 工资 上涨 这个都是什么 过价上涨 都是经济环境的变化 所造成的外界环境 负质 那么重要的 我们记住 税率的调整 是一种法律环境的变化 也是一种外界环境风险 但是是法律环境变化 新的税法 新的税率 好 这是外界环境 简单的了解一下 然后是 资讯和能力 当然是这个组织成员了 组织成员一般有一组 有承包商 由于一组的资讯和能力风险 由于承包商的资讯和能力风险 造成了施工合同的风险 其他方面来讲 项目周边或设计的居民 单位的干预 抗议和苛刻的要求 这个项目周边或设计的 涉及到的居民和单位的干预 抗议和苛刻要求 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 还是你的组织成员 你的资讯和能力 有风险 管理风险 这里写了两个字 希望大家把它背出来 对环境调查和预测的风险 环境调查预测的风险 合同本身不严密 错误 二意性的风险 承包商投标策略的错误 错误的理解一组的意图和招标文件 导致了什么 实施方案错误 报价事物 这是典型的管理风险 要重点看这一条 然后承包商的施工方案有问题 施工计划有问题 组织措施有问题 导致了管理风险 最后一条 设施控制过程中间可能遇到的风险 也是一种管理风险 因此管理风险是三个风险 外界环境风险 组织成员资讯和能力风险 以及管理风险 这三个风险中间最高频的考试点 好 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标题 工程合同风险的分配 首先我们要强调工程合同风险分配 先要强调一组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作用 是主导作用 主导作用 那么合理的去分配风险 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的结果呢 从一组角度来讲 他可以得到一个承包商 一个合理的报价 而从承包商的角度来讲 他的报价中间 那些飘忽的不定的 不可预见的那种风险费用 可以稍微降低一点 较少一点 所以对一组来讲 可以获得合理的报价 对于承包商来讲 报价中的不可预见费较少 这是双方面的第一条 第二条 什么叫风险 风险是不确定性 那么通过风险分配以后 减少风险的不确定性 风险的不确定性 减少了 合同的不确定性减少了 承包商呢 可以准确的计划和安排工程施工 否则承包商疲于应对 不能准确的计划 不能准确的安排 由于不确定性少了 承包商的计划和安排就比较准确了 这样的话对合理分配风险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最大限度的发挥双方风险控制和履约的积极性 大家通过这个合同风险分配 看到了风险控制和控制的好处 和履约的积极性得到提高 同时整个工程的产出效益可能更好 这个地方是个幺蛾子 小心 有时候出题人啊 他前面三条照原话抄给你 一种可以获得一个合理报价 A 承包商报价不可预见费用减少 B 减少合同不确定性 承包商准确计划安排施工 C D 最大限度发挥双方风险控制和履约的积极性 ABCD都对的 完了来一条 整个工程的产出效益 因此一定会更好 错了 一定会更好 错了 而是可能会更好 这一段文字所要准备的实际上是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拓展性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它的变化可能性在哪里 好 工程风险分配的原则 总的来讲 做选择题的话是 一个叫效率 一个叫公平 它的具体表述呢 从工程总体效益出发 最大限度的发挥双方在风险控制履约上的积极性 他是这样讲的 谁 也就是说这双方 谁能最有效的 你有能力 有经验 你能够去预测防止控制风险 或谁能够有效的把风险损失降低 或能把风险转移给其他方面 那么我们就拜托他承担更多的风险责任 请大家着重理解这一段 不要逆向思维 顺向思维 你有本事 你能够预测到 防止到 控制到这个风险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 你能够把风险带来的损失给降低 你有本事 把这风险转移给其他方面去了 那么好 请你来 担当这个 多多的担当 多多的承担 相应的风险责任 诶 我读了这段以后 我的体会是不是 有一点能者多劳的味道 好 这是风险分配的第一条原则 从整体效益出发 最大限度的把双方的积极性 表示出来 你能就让你表现出来 你有能力 有经验 你有本事 让你发挥出来 所以这里的理解 这是通俗化的理解 那么你去看句子的时候 就容易找准 谁有能力 有经验 预测防止 控制风险 谁有能力 使得降低风险的损失 谁有能力 把风险转移给其他方面 那么拜托他 由他来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当然我们在风险分配的时候 要体现出公平合理 有责 当然有权有利 责权利要平衡 后面两条简单看看 符合现代工程管理理念 同时符合工程管理 两符合 两个都是符合 也是注意它叠据出选择题的可能性 好我们来用立体巩固一下 下列工程合同风险中属于信用风险的 同学们信用风险是一个什么 主观的 支甲买甲 你知道甲了还买甲 这不是故意 这是主观吗 这肯定是故意主观啊 所以这是信用风险 偷工减料 这是你肯定策划 策划 谋划好这样做的 当然你就是透工减料 是信用风险 主观上的 违法分包 明知不能这样做 你还这样做 你不是故意 你是主观故意吗 拖欠工程管理老赖啊 是吧 你是故意赖啊 故意签啊 所以这个A B D E 这些都是信用风险 只有这个 我价上涨 它是属于合同工程风险 它并不一定是主观故意 谁可以造成这个物价上涨呢 物价上涨是个社会性的趋势 不是某家单位 某个人可以把它捧起来的 所以这个物价上涨是一个合同工程风险 主要强调它非主观故意 是一个客观原因 所以答案是A B D E 是信用风险 好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关于工程合同风险分配的说法 准确的是A 一组承包商谁能够有效的 更有效的去降低风险损失 这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我们前面讲过一句有趣的话 叫能者多劳 这个地方大家用这个就记住 这句话是风险分配 这样的话是对的 B承包商在合同风险分配中 其主导中 承包商错了 应该是谁 一种一种主导 谁一种承包商 谁能承担管理风险的成本最高 则应由谁来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 这个最高两次错了 我们的原则是承担者 让谁承担 他承担控制这个风险 应该是经济的 他最好是以最低的成本来承担这个风险损失 你讲的是最高那就肯定错了 第一核动定义的风险没有发生 一种不用支付承包商投标中的不可预见风险费 是错了 你不能有事有人无事无人 这个你有事你要求人了 没有事的事你就把人撇在一边了 不理人家了 这个不对啊 这就是这种理念是不对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组的多付 在某种程度上说相当于是承包商的什么 超额利润啊 所以不用支付是错的 答案是A 好再看一道立体 下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风险中 属于管理风险的 这个就是要大家背出来的 环境调查不深入对 投标策略错误对 合同条款不严厉对 大家看政府工作人员的干预 这是什么 这是资讯能力风险 资讯能力风险 而汇率调整是什么 是一个外界环境风险 对吧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B C E 是对的 下面我们进入到工程保险这样一个考点 也几乎是年年有题目考 14年到18年整体都有 先介绍一下保险的最最基本的尝试 我们是沾着这个边稍微来说一下 我们没有对他做特别深入的研究 但是我们可以把他书上讲的这些东西稍微来看一下 保险标点 所谓标点 保的什么 是保的目标 保险保障的目标和实体 保的什么呢 第一种可能性财产 第二种可能性 与财产有关的利益或责任 第三种是人的生命和身体 那么大家人生意外伤害写 他讲的就是人的生命和身体 你一起写 你一起写 讲的更多的是财产 与财产有关的利益和责任 好 那么这是保险标点 这都是简单的 像走过路过看看风景这样 看过去 下面是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又称为叫保额 它是保险公司保险人 一旦出现以后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 他最多就赔到这点钱了 是这个叫保额 第三保险费 保险费指的是保费 投胞人去付的 投胞人为转嫁将来转嫁风险 去支付给保险人的与保险责任相应的价金 所以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叫保费 保费 保费的多少有什么决定 有你保险金额的大小 还有保险费率的高低 决定了你的保费的多少 你保险金额越大 那么你保费可能就大了 保险费率越高 那么你的保费也有可能大了 这是这一评的 简单的过一下 简单了解一下 好 保险责任 那是指保险人根据合同规定应予承担的责任 分基本责任和特约责任 但是这个我们都不深入讨论 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除外责任 就是保险公司可以不赔的 那么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记住这个词 懂不懂都是记住这个词 投保人的故意行为 第二是被保险人的不忠实履行约定义务 好 比较难堪的是战争和军事行为 保险公司啊 只赔天灾 不赔人祸 战争和军事行为都是人祸 自然灾害 天灾 保险公司承担自然灾害的 不承担你人祸的 所以故意不忠实 以及这个战争军事 是保险公司不赔的理由 除外责任的理由 好 下面进入到险种的介绍 第一 一期险 实际上一期险里面呢 又可以分为建筑一期险和安装一期险 但是这个是大家必须要学会的 一期险他是以双方名义共同投保的 法包人承包人 以双方名义共同投保的 谁去办 他都体现双方名义共同投保 但是国内一般是谁去办 项目法人去办 国际上要求是什么 承包人去办 这个还是国情有别 还是内外有别的 国内一般都是项目法人去办 国际上一般都是承包人去办 这叫一期险 但是不管谁办 名义上是双方名义 这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 第三者这能写 他是除了项目法人 除了承包人 大家看是项目法人 承包人以外的 就是要除掉项目法人身上发生的什么什么 除掉承包人身上发生的什么什么 不是这双方 相反的是什么 第三人 这个第三人所以对应的叫第三者责任写 这个第三人可能受到财产损失了 受到人身伤害了 那么可能会导致法人或承包人 相应的要赔偿 要有损失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写 实际上是赔给谁的呢 他不是直接去赔给这个第三人的 他是赔给谁的呢 赔给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是谁呢 是法人和承包人 这一点一定要思维上转过来 说是说第三者责任写 但是赔付的对象 保险人赔付的对象是谁呢 是项目法人和承包人 因为被保险人是项目法人和承包人 但是这个选种呢 一般不是独立出选 他是附加在一切选种 好 人生意外伤害险 我们一定要强调 谁家的人 谁负责去投这个人生意外伤害险 发包人和承包人负责对本发参与现场施工的人员进行投包 然后第四个 这个考的很少 就承包人的设备保险 包括承包人运地施工现场的机具和准备用于永久工程的材料和设备 那么我们的第七险中的 神上把这个已经包进去了 好 下面是职业责任险 因为我们建造师啊 造架师啊 监理师啊 他都是注册职业人 所以以设计人 咨询人监理人的设计 咨询错误或员工的工作疏漏 给一组或承包商所造成损失为保险 这是一种职业责任险 设计人可能犯错 监理人可能犯错 可能工作疏漏 给谁 给一组给承包商造成损失 那么这个 保了这个职业责任险以后 可以适当得到补差 好 CIP保险 这是一个阳文 但是呢 中文翻译叫一揽子保险 所谓一揽子的话 无论谁去买 一组可以去买 承包商也可以去买 买的这个鞋 是统一购买的 叫一揽子保险 他覆盖了一组承包商 关键的要注意 是所有的份包商 都给他包 一张大包袱 把这个一组包在里面 承包商包在里面 不算 把所有的份包商都包在里面了 这个叫一揽子保险 一揽子保险 以最优价格 提供最佳保障范围 最优价格 最佳保障范围 好 能实施有效的 有效的风险管理 好 那关键的是这句话 通过CIP保险 可以把赔付率 降低 可以把保险费率 降低 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 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有利的 对吧 所以降低了赔付率 降低了保险费率 那么最后比较突出的 还有避免诉讼便于索赔 这一段文字的多看多记 好 我们来巩固一下关于保险的相关立体 根据我国 这是国内 工程一起检 通常有谁去办 那么有项目法人去办 单是低 再强调下国内是项目法人 国际上一般要求承包人去办 好 第二道例题 下列产产损失和人身伤害事件中 属于第三者责任险赔偿范围 首先你看到的是第三者责任险 你的脑子应该非常清晰 不准有承包商的事情进来 不准有遗嘱的事情进来 好 那么我们看A项目承包商在施工工地上的财产损失 不属于第三者责任险 不能让他进来 B项目承包商的责工在工地上的人身伤害 不能让他进来 因为他都属于点名了 都是承包商的财产损失 承包商的人身伤害 好 那么项目法人所聘员工在工地上的人身伤害 这个也不准让他进来 为什么 因为是项目法人的人 所以你看这样ABC都不进来了 那么只有项目法人和承包商以外的第三人 但是是因为施工原因造成的财产损失 这个可以 答案是D 答案是D 好 那么我们回过来讲 A他应该归到什么财 那就是我们讲的一期财 我们前面不是有建筑工程一期财吗 安装工程一期财吗 就归到一期财里面去 那么B归到哪里去 归到人身意外伤害财里面去 当然这个承包商替他在现场施工的 从事危险作业的功能买过这个人身意外伤害财 那么项目法人所聘员工在工地上的人身伤害 也是归到人身意外伤害财里面去 当然项目法人一主要替他自己在工地上的人去买什么 人身意外伤害财 好 所以这道题目的答案呢 是D是对的 这个算在一期财 这个算在这两个B和C算在人身 意外 伤害 各管各的 承包商的人身伤害 承包商管 一组的人的人身伤害 一组管 这是非常清楚的 好 看例题三 在一份保险合同中 保险人承担或给付保险金责任最高限额 我们看到最高额度 是这份保险合同的什么 当然叫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 保险金额 好 下面我们简单的先介绍一下工程担保的大致内容 我国担保法规定的担保主要有五种 保证抵押 质押 留置和定金 那么这个应该是法规老师擅长的 它是法规里面的重点内容 我们管理呢 是这个顺带的 讲一下 保证担保 又称为叫第三方担保 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预定 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 保证人 他出面按照预定来履行债务 承担责任的行为 所以大家看这一段里面至少有三家 一家是什么 一家是保证人 一家是什么 债权人 还有一家是什么 债务人 实际上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债权债务 保证人是个什么 是个第三者 第三方 但是现在保证人出来拍胸脯了 说 你债权人 你放债给债务人好了 他还不了 我来还 保证担保 确实当债务人真的还不了了 真的不能履行了 那么时候这个时候派胸口的那个人 你要站出来 你要按照约定来履行债务和承担责任 这个叫保证担保 第二 抵押 抵押是债务人 或者第三人 不转移对所拥有财产的占有 将该财产作为债权去取得担保 这个其实我们现金社会中间 大家知道商品房购买 很多人都是用抵押贷款方式 可是你想一想就想明白了 借的是银行的钱 把这个房屋的他向权利抵押给什么 银行 但是这个房子并没有让银行去租 这个房子还是你这个借银行钱的 你的这个债务人在租 债权人并没有来住你这个房子 所以债务人并没有转移 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 但是这个财产的一种权益 他去拿出去做了一个担保 所以这个叫抵押 这个叫抵押 什么叫质押 质押是债务人将其所有的责押物 把它当做责押物的东西 移交给债权人去占有 你看这下债权人有占有东西了 刚才抵押债权人没有占有 他只是取得了一个权益的这个担保 而这个呢 是责押物已经移交到谁手上了 债权人手上了 所以这个质押和抵押的区别 一个是抵押是不转移 而这个质押是转移 移交 好 第四是留置 债权人按照合同预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债权人有权依法留置这个财产 以这个财产的折价 拍卖 变卖 所得的价款 所谓债权人是有优先收藏权 这叫留置 那么注意啊 留置的对象一定是财产 是财产 而不是人 人不能留置 好 第五 当事人可以预定一方向另一方给付定金 作为债权的担保 当债务人履行债务后 这个定金应抵做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预定债务 给出去了 不好好干 不照这个预定做 这个钱要不回来了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相反的收人家定金的这一方 如果不履行预定债务的 应当双倍返还 注意啊 给付的不履行 无权要求返还 换句话说 被人家没收了 收人家定金的这一方 如果你不履行相应的债务的话 预定债务的话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双倍的返还定金 这是定金法则 这种是定金法则 这些内容都是法规上建常 他擅长讲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